我們的主角 也就是發起我們此事活動的 我們田中鎮大家長 洪麗娜 洪正 在台北 現在樓的高鐵 一個小的就到我們田中了 對啊 而且聽說 田中的蜜麻花 麻油 古山寺夫妻樹 都很有名 只是我們要怎麼去啊 這裡好像沒有U-Buy 還是他們去都是搭計程車 不可能吧 我們來問看看以後啦 好啊 阿伯 阿伯 請問那個古山寺怎麼去 古山寺夫妻 古山寺夫妻 年輕的時候 我去過 現在他們比較多月了 不方便 我也很想要去 我們田中 我很希望我們田中有 有那種不用錢的巴士 用帶我們這位老爺 司機走一走 甚至你們這裡的八包客 也會順便搭著車子 司機去洗洗的 走一走 現在安心巴士已經開鏡為幕前了 這個計程會的現場啦 我是田中鎮長洪麗娜 請問一下 兩位還有我們的大哥 有什麼需要我服務的嗎 我們想要去古山寺走一走 跟我們田中一些經典走一走 希望看到有那種不用錢的巴士 剛好 OK 跟著我走 Let's go 我們到你們想要的地方 一起走 Let's go 哇 鎮長開著愛情巴士 帶著我們樂運主義 帶來的背包給我們遊客 我們所有的媒體朋友 因為你們的支持 讓我們愛能夠不只只有田中正 我們可以走出去 用愛心共性 那麼我相信今天我開記者會 是要來公佈 今天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契機 大家都知道 剛才你看那個短劇 那一對年輕人 他說他們不知道要怎麼走田中正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 關於我們的愛心巴士 我們的路線 大致有規劃 因為這是環正的 所以我們22個里 其實每一里我們都會經過 然後最重要的 主要大家證明他們的需求 就譬如說我們重要的 有台鐵火車站 還有高鐵火車站 還有譬如現在的所在地 錢德宮 那還有譬如說長輩 他有說不定要到醫院院所裡面 要去復健 還是去拿藥 還有甚至於到市場去買菜等等 還有有的人是甚至於他有 他個人的事情 他要找什麼人 所以這個是首創的愛心巴士 是在我們22個里的路線都會走得到 然後在每個里 重要的人口聚集的地方 我們會設一個就是我們的招牌 就是我們的車牌 那車牌呢 我們就我們的很多的企業體 他們會認真的說 我們把他們的公司的名字 會刻在我們的這個站牌上面 所以現在我們路線圖呢 也大概都已經有一個雛形出來 但是我們還要實地的去串連 那一天是八個小時 目前是兩輛車 我們東西南北向 有時候是可以對開的 可以可以對開的 那有時候早上六點 說不定早上六點 有人要去運動的人 也可以搭這個車子 然後在中間買菜的 還是他們要洽工的 也可以到公所 其實我們田中鎮的一些主要的 機關團體還是主要的地方都一定會設站 然後每個鄉鎮呢 每個村里呢 我們一個村里 我們一個里 在他人口廟口啦 還是什麼人口聚集的地方 我們都會設他們的一個站牌 那也說不定 那個里大的話 像新民里 他是那麼大里 說不定是三個站 或是四個站 那有的里比較小 就是他人口最多的地方 一個一個站 現在我們在規劃中 那我也希望 這個愛心八十呢 大家能夠愛心共襲 大家非常的愉快 是免費嗎 重點 我們是免費的 而且只要外來客 他到了我們田中鎮 知道我們這個有站牌 只要你在站牌下面 看到我們的愛心八十來 你都可以上車 那未來我們也會訓練一些志工 來當我們政策裡面的 一個導覽的一個方式 都具備於大家 我們證明共有的福利 那也可以來促進外地人 來這邊做一個觀光的 一個他們的 一個非常好的交通工具 這是舒服的 今天記者會主要的重點 謝謝大家 園級路 園級路是橫跨 我們彰化線 對 所以你看車子進不來 所以我現在想說 小巴士的話 二十人坐的 如果再串聯在我們的 都 我們的中心 然後再來再延伸到 我們比較偏鄉的一個 村民的話 我想這樣串聯起來 大家就行個方便 那麼我相信大家也認為說 我花了幾十塊做車子 對他們來講也是一個負擔 那麼我就想說 如果這個愛心巴士 能夠串聯我們二十二個領以外 而且能夠免費搭乘的話 你看效果都出來 我不希望說都是空車 需要有人能夠 每一班的車室都是滿載 這樣才達到說 我們要交通便利 達到人人都有車座 人人到他喜歡到的地方 所以這是我今天要開記者會 要對外做一個說明 我們整個記者會 要整個來接開整個訊息 那這樣子 大家聽得到我們的 整個公眾們了